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地所生 一亿所人 而诸草木各有差别 这就是说明 差而无差 比地全而实 诸草木虽然有差别 语论是没有差别 众生的根性虽然有千差万别 在佛说法的这方面来说是完全没有差别 上面是立比 比方的说明 现在法和 第三 法和 以法意来和前面的比方 法和有两端 第一和无差而差 第二和差而无差 就是前面说明这个实无差别 全有差别 前面的比方 现在用法意来把它配合起来 和无差而差 有两端 第一是正和 正和 正和 里面有和 能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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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先和 能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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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文字比较长,这一颗一直到第137月的后面算来第三行,我们随,现在就是跟着这个文字边念边讲,佛对这个加设中则说,因为前面的比方已经说完了,现在要谍和这个法一,所以教医生加设说,加设, 当之,你应当要知道,佛是用余来比这个说法的能论,所以说如来亦服如私,这正是第后,佛出现世间跟天上下余滋润一些情况可以说是相同的,佛出现余世间,就是应生出现世间了, 我们凡夫众生,乃至二圣所见到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应生相,降生出家修行成佛以后,说法的那种境界 佛出现世间,佛出现世间,佛出现世间好像如大云旗,好像天空中啊,雨,要下雨之前的大云密布的情况,这就是和前面的生命 以大云山普遍世界,天然欧修罗,用很大的声音,就是在于后门的打雷,便于一切世间,天然欧修罗是三善道,总指这个三界内一切众生, 那么佛出现世间,对于一切众生说法,所以叫做用这个大云生啊,普遍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天然等种说法 这就好像云普遍变于这个世界,然后下雨的情况一样 那么所以说,如比大云,遍复三千大千国土 就像前面的比方啊,这个密云密布的情况一样,遍复于三千大千国土 那么于大众中而唱誓言,佛在大众之中公开宣布他所证的究竟证诀 那么,我是如来,应供正辩之,明行足,善事世间节,无上司,调义丈夫,天人师,佛,世尊 列出佛所成就的究竟证诀的佛的十号啊,来说明佛的究竟证诀 那么,对大众宣布说,我已经啊,在菩提寿下,亲证究竟果决 所以,具足始号,如来,就是仿东仙的号,后佛如仙佛之再来,我也叫做如来 应供,是堪为福田号,为九法界众生的福田 应当接受九法界众生供养,所以佛是究竟应供 正辩之,是辩之法界号,正知辩之 正知,说明他所有的智慧,了解一切诸法的正确性,正 辩之,显示无法不知,周辩十方,尽兮空间 乃至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空间,数论,横论 一切世间,所有的法,世出世间诸法 佛没有不知道的,所以叫做辩之 明行足,果显应得好,明三明 这个行就是万幸成就了 那么明行足啊,就是显示福足会足了 这个历皆修行,烦恼断尽,无助究竟二死永亡 成就圆满的究竟果的,所以果显应得好 以究竟果决,显示因地修行的圣德 果显应得好 善示,是就是去,来去自由 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顾名如来 所以,来去自由,很自然的 所以叫做,善去,也就是善来 来去自由,所以叫做妙王菩提号 就见成佛,很微妙的成就证据 世间诫,那么就是达尾通真号 世间,出世间,一切万法彻底了解 所以称为世间诫,无上是调义丈夫 如果把这两种合并起来 那么加上世尊就是十号 这个叫做设法从道号 佛,十法界中最上,没有比他在上的 所以叫做无上,是就是指这个人 那么佛就是十法界中究竟果决之人 因为他善能调伏一切刚强难发众生 那么使众生都能够断返劳了生死 所以调义丈夫,设法从道号 天人师应激守法号 为天上人间最尊之师 那么佛虽然是普度一切众生 但是人间天上正是接受度化的主要的众生 那么真正能够奉行佛法而修行得写多的 那只有人道 天附带言之 不过天人友善根的也可以 还不如人道就是 所以振心律去福体 为人道为能儿 只有人道众生才能够真正做到断返劳了生死的工作 佛三觉圆明后 就近佛国 自觉,觉他,觉行圆满 佛陀就是觉 就近觉悟 叫做佛陀 世尊九界独尊号 成就前面的俗胜功德 九伐界中最为俗胜 最为超胜 最尊规 而叫做世尊 那么这是以世尊为第十号 如果把无上师条义上夫分开来 那么到了佛就十号了 世尊为总号 这两种说法都有在前面讲续评的时候已经讲过 现在不必再说 这个意思是说佛公开对大众宣布 我究竟正觉 那么你们跟我学习才能够真正做到究竟果觉的目标 那么这就是显示佛成就一生的果德呀 以十号来表达 显示功德的救济缘门 下文是显示佛度众生的 那么一四地成就四弘十渊 做度化众生的目标啊 达成的目的 为度者令度 还没有得度的 还没有度苦恼的 使他得度苦恼 就是说还没种上根的 替他种上根 那么上根种下去还没有成熟的 使他成熟 然后使他得到血脱 为度者令度 所以这就是说明苦地 众生无边誓愿度 为节者令节 不知道几地呢 为他说几地 使他知道断烦老了上死 那么必定要学法门 所以不了解的 不了解正法的 使他能够体悟了解 为节者令节 那么这就是法门 无量誓愿学 达成使众生断烦老了上死的目标 为安则令安 为安则令安 这就是烦恼无尽使愿断 烦恼断才能安 烦恼不断不能安 所以这就要烦恼无尽 必定要使愿断 那么这必定要修道地 才能断烦恼 所以一道地说明 应当要断烦恼 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 为涅槃者令得涅槃 这是指的就近佛国的涅槃 还没有证到就近佛国涅槃的 要使他将来证到就近佛国的涅槃 这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 四十一年来方便说吧 三圣圣国都是涅槃 但是声文员觉得涅槃只是方便的涅槃 不是就近 那么只是有余涅槃而已 现在是要一切众生都证到就近涅槃 所以还没有得到涅槃的 要他得到涅槃 这就是佛国无上誓愿成 也就是一灭敌啊 来开导众生 使他证到就近涅槃 今世后世如实之之 今世今生现在世 后世未来生 这就是以天眼明俗命明漏尽明啊 便知一切众生 这个龙回生死的情况 这个叫做三达 三种通达的法门 三达门 通达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无碍 具足这个三明 所以对于世村世间一切诸法 一切众生那个三世因果的一切情况 在佛的至终啊 大圆境至终了了分明 清清楚楚 所以说我是一切知识 一切见识 一切总包括 世诸世间 无论横论数论 时间空间一切诸法 无论是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 完全按照实际情况完全明白 所以叫做如实 如指这个诸法的实体 就是这个样子 佛了了长知 所以佛是一切知识 知就是指佛的知见 前文所说的 开佛知见的知见 佛的知见 究竟彻底明白诸法 是一切知识 一切见识 那么 以佛的智慧 了了长知 一切识法 因为佛有无言 无言法门 寥寥建议 十法界的一切诸法 那么因此佛是 知道者 也是开道者 也是说道者 知道 知道 显示佛的一轮不思议化 能够知道众生的根基 能够去向于究竟佛果的无上菩提之道 就是开示众生 使他去向于无上菩提道 那么因此是个说道者 说 口轮不思议化 从口 佛的经口 说出一切诸法 所有的修行法门 来开道众生 使众生能够得到佛法的收容 这就所谓三不复 身口一三叶 不必用复持 自然而然能够应激说法 应激现身 应激 来彻底明白 来鉴定众生根基 三不复啊 复是复持 保复 不像我们反复 对于身体 不要不让他造业 要保护他 要想办法复持他 控制住 不要让他造业 对于口 要复持 守口如瓶 守口如瓶 用保守 保守的方法 复持着这个口业 不让他随便说话 不让他造口业 而毅力也要照顾他 不让他去扶持乱想 佛不必这样 佛完全不必用意去扶持啊 佛就不必像我们 要复身 复口 复意 不能让他乱动 佛已经烦恼完全断尽 所有这个身体的一举一动啊 完全活服佛法 绝对不会有错误 身轮就不必复 啊 那么说话绝对不会有错误啊 世间好与佛说经啊 佛在四十二章经里面说 无言如密 中边皆甜啊 佛绝对不会像我们说错话 我们凡夫啊 平常讲话讲多了 有的时候口不随心 心里想的 本来是要讲这样的话 可是嘴巴不随心啊 讲出的话不一样 例如讲经啊 话说多了 到了后来啊 他有的时候讲多了 这个嘴巴啊 不随心啊 讲出的话跟心里想的不一样 啊 那么这是口没有办法复好啊 啊 我们就是要复他还复不好 佛不用复 不用复 啊 因为佛他的身口一三叶 就是好像一面尽直 啊 什么像献就献什么像 啊 大小高低生前一些正好啊 不会相差一丝毫 就拿这个世间无情之物的尽直来比方啊 啊 您试试看 您哪有一样东西在尽直前面照照哈 啊 跟你所照的那个物品在尽直里面所现的像 是不是相通啊 完全相通 一模一样 一点也不会有啊 不同的地方 那么佛的身口一三叶情况也是一样的 啊 不必负 不必注意 不必控制 不必照顾 自然而然的现象 啊 那么 这就是所谓如来成就这个三不负的俗胜功德 不用复制啊 啊 那么他身口一三轮不思义化 不必用向我们反复来复他 啊 随时都可以啊 大成他有度化众生的目的 啊 所以 他是个开道的 是个说道的 开道 说明他是过来人 啊 他是开始侮辱佛子之间亲自经验过来的人 现在开导众生使我们一些众生也能开始侮辱佛子之间 那么要是众生侮辱佛子之间必定要说 所以是个说道者 啊 那么他说的完全正确 绝对不必向我们要付诸啊 恐怕说错 他没有这个情况 啊 所以佛对一切众生说 你们就好好的听法 必定能得利益 是 如当天 人 欧修罗中 揭印到此 未听法 啊 你们所有天人大众通通都要到这边来 啊 为什么要你们到这边来呢 为了要听法的缘故啊 啊 你要听佛法必定要来 嗯 或者有人会想 为什么佛自己在哪里赞叹自己啊 说他自己了不起啊 嗯 这个不是赞叹自己 他不说谁知道啊 如果佛他不说说我是一切智人 嗯 那谁知道他是一切智啊 嗯 那么他是不是一切智您可以呈验啊 看他说出来的是不是正确啊 嗯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四十多年的时间呢 不晓得经过千万次的这些外道的称验啊 都证明佛是一切智人 所以佛不这样公开宣布 谁也不知道他已经是究竟正确 这个情况为了要度众生就不能谦虚了 嗯 不能说我还没有啊 嗯 不能说这个话 说这个话 那大家不敢相信了 嗯 那佛既然他自己还没证到 那么 你说的话谁相信啊 会变成这种情况 所以佛必定要把他亲证的实际境界完全说出来 这段文看起来好像是很有表现自己的情况 嗯 实际上啊 这段文就是包含整部花眼睛啊 包含一个整部花眼睛 嗯 哇 为什么这样说呀 花眼睛里面就是完全说出佛的境界啊 说他亲证的境界 佛成佛以后所亲证的境界在花眼睛里面完全表露出来了 嗯 但是不能说是在法华会上 嗯 在这个要朝一平又把这个八十元的花眼睛整个搬出来摆进去啊 那还得了啊 嗯 种子怎么有办法承受啊 所以只好用这个最简单的言词 嗯 顶多不够几行文字而已呀 嗯 说我是一切正觉 我是已经就近正觉者 我是个知道开道说道的 嗯 那么大家自然就来了 实际上这个话佛自己并没说 谁说啊 华言会上那些大菩萨 说十住 说一直到十地等觉 尤其文书普贤说的最多了 嗯 那么 这些道理在华言会上都是其他的大菩萨们呢 替佛完全表露出佛的境界来 嗯 所以在这个华 法华会上啊 你们在华言已经说过了吗 现在在法华会上只好用自己说法的方式啊 整个说出 我在前面呢已经说过 我就是这种人 你们应当要了知 嗯 了知佛是一个最就应圆满 嗯 人格的完人 嗯 所以啊 用这个文字来表达 嗯 不是因为佛在那里自满啊 嗯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华言全部的道理啊 用这么几句话把它表露出来 假如你把这一段话对照华言经拿华言经来做注解看 那就行了啊 啊 就不会觉得好像佛在那里啊 呃 这个显露自己的这个情况 呃 上面是正法河呢 下文呢 是追和能生所生 嗯 前面能生所生 就是大地以草木等 嗯 现在啊 把它追和起来 追 是前面再说在前面 现在说在后边 所以叫做追 啊 而是无数千万一种千万一种众生来自佛所而定而听法 这几句话就是追和啊 呃 无数千万一种众生就是守生 大地守生的草木啊 啊 来自佛所而听法佛就是能生就是大地啊 那法就是一语滋润一些众生啊 啊 再往下和能润 嗯 和这个能润守润 嗯 先和能润 然后和守润 如来于是 观世众生 诸根利顿精进懈怠 随其所堪而未说法 这就是和能润 佛说法就是能之润 啊 好像天上下雨 嗯 如来就是佛在那个时候观察当时来到的众生 嗯 他所有的根性是利是顿是精进是懈怠 随众生的所堪能而未说法 嗯 有人很精进 嗯 说法使他正常精进修行的功夫啊 啊 有人懈怠啊 啊 勉励他 鞭策他 使他舍得懈怠啊 嗯 利根的 使他啊 啊 赶快成就 啊 这个 断烦老了生死成佛道 动根的 也要慢慢的 又引他 啊 指导他 使他去向于究竟涅槃 啊 这就是前文啊 啊 这个 《诗教》里面所说的所谓啊 秘密 不定 啊 秘密叫秘密不定 以显落不定 啊 大家都知道彼此在法会中听法 所了解所证悟的不一样 那是显落不定 各自所证彼此不相知 那就是秘密不定了 在这个《法语释教》里面的 两种不定啊 就在这个文字里面完全显露出来 智者大师 判天台释教 《法语释教》 《法法释教》 《法语》里面的这个秘密不定 以显落不定的两种不定教啊 就是在这个 药草预评的这些文字里面 体悟出来的 啊 那么 众生的根性不同啊 那么 佛的滋润的能润啊 是平等的 没有差别 啊 由众生的根性不同 所以 以不定教的方式啊 使他各个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 所以像我们和这个所润 种种无量 皆令欢喜 快得善利 啊 种种 指众生的差别像 三朝二暮千朝万别 啊 无数量那么多 啊 使他都得到欢喜 无论哪一个众生听到佛法呀 没有不欢喜的啊 啊 所以 这就是所谓世界是一堂欢喜一 啊 快得善利 很 很快 这个快有两种意思 一种 快速的快 听到佛法很快就得到见到 得到出国 啊 这是很快很迅速的 得到殊胜的这个正国的利益 这是快速 第二个意思是快乐 啊 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啊 他这个身心的快乐呀 不可言一 那是最殊胜 最善最好的 所以叫做快得善利 善就是好 利 是利益 很快速的得到得法眼镜的正国的胜利 就是最少见佛听法呀 啊 最少也正出国了 啊 那么大圣菩萨所正的境界更是不可思议 那么正国之后享受法乐 最殊胜最快 最快乐 所以叫做快得善利 啊 那么就快速与快乐 两种意义 啊 说明众生各个所得的利益不可思议 世主众生文是法以 现世安盈 后生善处 一道受乐 一道文法 这些千差万别的众生都来到佛的法会中 嗯 听到佛所说的法以后 是法 应激所说的法 每一个众生他自己识合他的根基他所听到的法 各个都得到利益 得到佛法的利益之后啊 现世就是当时 当时 当时 这一生就在现世就得到佛法的广大利益 嗯 那么这就是身善 嗯 嗯 这个 为人思谈 身善一 嗯 现在 得到现在的殊胜好处 得到利益 嗯 那么 现世就安盈了 安盈就是安文 很安定啊 嗯 学佛 不必学那些奇奇怪怪的 你不要听到这个有神通哦 会放光哦 哦 以为是了不起 那个不是真正的 佛法不讲这些 真正的佛法就是按部就班 平淡无奇 所以禅宗祖是说佛法在人人的脚跟下也 嗯 佛法在哪里 就在你的脚跟之下 嗯 这个话怎么说 你要脚打死地啊 脚打死地 一步一步 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来 啊 不要贪求奇 啊 不要好奇 好奇就要出错误 啊 所以你只要按部就班的好好的去学习 那你现在就知道安定啊 心地很安文 身心很安乐 如果你修学佛法 做的身心安乐 那才算是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 假如你虽然是修学佛法 可是学的不正确 结果呀 增加烦恼 啊 甚至啊 有好多不容易 那就是你学的不正确 嗯 例如有人啊 嗯 听到这个受八观在界的利益很大 嗯 那么就去受八观在界 受八观在界很好啊 这是对的 啊 在家人学习出家的一天的这个 出家界的生活很好啊 可是现在有人啊 在哪里组织 啊 做这个大规模的传受八观在界 也跟传三规五界菩萨界的情况一样 大集会大规模的船 好了 聋得这些在家菩萨呀 听到台南游船界 就从屏东高雄 甚至台中台北赶到台南去受啊 这只是一天一夜界 好了一个月跑了这么六天了 你看他还有时间做事业吗 好了 他的家里呀 店头还掉起来了 哦 慢慢就又没饭吃啊 哦 这么一来 他的家人说你学佛学什么 学到我们的店儿没掉下来 哦 这讲什么话 那么如果学佛学成这个样子 那是学生烦恼了 那不是学佛 问题就来了 八观这些不是这样啊 这很简单的 你今天发现 我今天受八观这些就受了嘛 何必这样东跑西跑 跑什么意思呢 那些大规模的应当是终身界才是大规模传 三规五界菩萨界可以大规模传 因为那是终身界受过之后不必再受 除掉你舍见 不舍见 受了之后 借永久待生 尽行受 最起码尽行受 菩萨界还是尽未来尽一阵道成佛 那么八观这些就是一天啊 一天一夜啊 今天早上天亮以后到了明天天一亮 这个界就没了 为了这一天一夜间一个月六天 好了 你这个跑了六天来回两天 再加上这个受的一天 三六一十八 一个月去掉十八天 剩下十二天 工作都没有办法 那么如果你做生意啊 一个月关了十八天的门 你看你的生意怎么做啊 谁来还来买啊 每次来看你的门都关起来 好了 算了 谁也不去买了 那么你的生意自然就关门 那么第二个表现 那就变成这种情况 这是很大的笑话 天大的笑话 就现代人很奇怪 很喜欢龙这些奇奇怪怪的明堂出来 所以龙的大家学佛变成不安了 那就不安营 所以佛法没有什么奇 只要你站稳脚跟 看看人家做的对不对 对的我们学习 不对的你不要跟他跑 牛他马跑啊 那一定是晚的 牛腿怎么跟马腿比呢 这是世间的笑话 那么我们学佛必定要看对正确的方向来走 才不会走出问题来 当然我讲这个话 有些人是不欢喜的 会得罪人啊 但我不能不说 依法当说 不说不行啊 因为你学佛 如果这样子学的话 得不到安营 我就随便举个例子而已 当然 八观在下以这里没关系了 我是引出这个例子啊 来说明我们学佛 现实是不是得到真正的安营 是不是真的安定啊 假如你能够按照佛法的正硅方向去走的话 绝对没有这些问题 很安营很自在 身心安乐 学佛法就要学到得到身心安乐 假如不能身心安乐 那就不算做真正佛法 佛法不是这回事啊 明白这个道理 那就可以了 所以古代的许多禅宗祖师啊 人家去请教的时候 如果你说这奇奇怪怪的话 他就说佛法不如是 佛法不是安乐 佛法不如是 他不听你多说 佛法不是这样子 你了解这个佛法的真正的原因 就是你现在学身心安乐 现实的道理 现实安营 后生善书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 如是因如是果嘛 啊 那么你现在既然好好的修学 将来 你的善法正常啊 啊 假如你修见善 身到天上人间 修四地十二因缘 啊 成就生为原觉的果地 那么如果 修六度万幸 将来成佛 那么你如果念佛 到基督世界 这是一定的道理 后生善出 所以你心里所想的 如法去修学 将来达成你的目标 如是因如是果 后生善出 于道手乐 学习佛法的这个菩提道 由此得到佛法的安乐 这个乐 在佛法中得到真正的佛法的快乐啊 这个叫做法乐 嗯 与世间的乐不相同的 这个法乐呀 没有办法用音乐文字表达呢 学佛 你看他是不是真正学到佛法 是不是对佛法得到真实的利益 就看他有没有得到法乐 嗯 如果你真得到法乐的话 一道手乐 那就对了 嗯 那么这个人经常就有法好文啊 义得文法 嗯 一方面清净善真是有法好文 现在听法更方便了 嗯 有录音带啊 说一次你可以听千万次 嗯 多方便了 不过太方便了 他会懈怠的 要小心啊 不要被他拖的懈怠去 嗯 那么 这个文法 有两种 一种是 友善知识可以清净 实时得到文法 因为你都接近在佛法里面了 一种啊 你实时以佛法启发自己 嗯 嗯 那么 以道受乐就是文法 身心安乐就是文法 嗯 嗯 不懂得佛法得不到这个安乐 这是以心文 不是用耳文 嗯 嗯 既文法以 立诸障碍 以诸法中任力所能 见得如刀 既然听到佛法 依法修行之后啊 就能断出种种障碍 爱 爱是阻碍呢 就是烦恼阻碍住我们去向无上菩提 你听过佛法就懂得方法对峙烦 那么就不怕烦恼的障碍 嗯 在一切法中啊 任力所能 见得如刀 一切法 指佛所说的一切法门 在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当中啊 你选择一个法门的好好修学 一门深入 认力所能 就是认从你自己的力量可能做到的范围 如果你爱心 修禅 如果你好动 拜佛 啊 或者是读经啊 你喜欢这个分别性大啊 老师要服事乱想 那你最好看经或者修术习惯啊 那么随你啊 可能做到的范围啊 按照佛法选择一个法门的好好修学 只要是佛的正法 随修一法都能入道啊 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可以入道啊 所以由此啊 见得入道 见得慢慢去向 平常说顿 顿超 顿成 顿悟 那只是于当下成就的那一念说 如果越他的修音论啊 实际上 论修行很难说到有顿 因为你没有过去的见修啊 今天就不会有顿悟 啊 所以今天的顿啊 是过去的见来的 过去不见修 今天不会顿悟 所以无论你怎么样的顿超顿悟啊 都是先由见修 所以见得入道啊 愣言经里面所说的 四须见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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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虽顿悟啊 你可以顿悟啊 可是四项上要见词修行啊 才能够断反啊 好 由此渐渐去向于无上菩提道啊 啊 那么 对佛法 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 这就是何所润 众生不管你在哪一种法门 都得到啊 佛法的滋润 好像在下雨的时候 三朝二暮 各各得到滋润啊 啊 那么滋润有差别啊 啊 那么实际上在佛的能润的啊 呃 那边来说是没有差别 现在是约索润说啊 啊 和前文的索润 众生各个得到利益 如比大云 欲以一些惠慕丛林 挤住药草 如其种姓挤住蒙云 各自伸张 这是提笔跌合 啊 提出前面的比方来贴 现在的这个 法的意义 来把它合并起来显示啊 如 好像前文所说的 比 前面前文啊 前文所说的 大圆密波 啊 那么这个余乐下来之后啊 一切的 种草 会 种 种受 木 啊 所有的丛林 并 所有的药草 那么就是大寿小寿 啊 三朝二末 如其种姓啊 具足蒙润 按照他各个自己的种性的啊 体能 都得到利益 啊 各的生长 都随他自己 自己的这个啊 能接受的范围 都能生长 不会太多 也不会太少 例如那个最小的草啊 地面上的那个小草 最小最小的草 他也要雨露的滋润啊 但是他受用很少 一点点就够了 有一点雨露就够 但不能没有啊 没有雨露 他就不能生长 虽然是这么小的草 他一样得到滋润 就是人天圣啊 也要受佛法的滋润 才能生到天上人间 否则的话造山河道的业 只有堕落 那么大草大寿呢 就不用说了 寿润更多 得的利益就更大 啊 那么这就是提示前面的比方 来贴现在的法衣 所以所有的啊 寿梦药 都是按照他的种性 如其种性 按照他各个的种性啊 他的种子是属于哪一类 他是他的属啊 习性啊 性是属于哪一类 具足 各个都得满足 每一种草 每一种木 都得到满足啊 蒙受雨露的滋润 也叫做蒙润啊 呃 天台中有一位法师啊 他就用这个蒙润来做他的名字啊 啊 就是呃 呃 显示 接受佛法的滋润 成蒙佛法的滋润呢 得到佛法的滋润啊 呃 受用很大 所以他以蒙润来做他的名字 呃 有这个雨露的滋润呢 三朝二末 过得生长 各个自己得到生长 呃 不会太多 不会太少 大寿大墓 照样得到滋润 也不会嫌少 呃 小草也不会嫌多 呃 正适合他的能力 可能的范围 而得到滋润 呃 呃 呃 那么佛法 平等滋润 一切众生 情况也是相同 呃 呃 那么随你的根性 适合你修的 呃 你依法修学 必定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 所以我们 对佛 要有绝对的信心 您有绝对的信心 以这个信心为出发点 来直接修订 必定会开发智慧 三无漏学成就啊 才能断发脑了 从此 假如你没有决定的信心 那就没有办法入门 啊 信为入道的第一门 啊 信为道员 功德母 掌养一切诸善根 啊 一切善根 都是由信心而伸张 啊 那么佛说的一切法门 啊 嗯 都是由你的信心 才能接受下来 如法修学而得到成就的 前面是和无差而差 啊 能生的大地无差 能润的大鱼无差 而众生的这个草木 受滋润的情况 啊 所生的大小 有差 啊 在无差别中显示这个有差别 啊 就站在佛边说 都没有差 啊 都没有差别 站在众生边说 各个寿润不同 所以有差别 再往下的下文 是和 差而无差 法和吗 啊 众生的千差万别受用不同当中啊 可是得到的究竟目标是无差的 这就是愣言尽所说 嗯 归原性无二 方便有多门 嗯 方便有多门 差别 是差别下 归原性无二 无差 嗯 各个都到究竟佛国 无差 再往下的文字啊 如来说法一向一卧以下 就是显示这个众生虽然有千差万别 但是啊 究竟成就 嗯 同样都得到无差别的究竟果的啊 嗯 那么就是说 一切众生到了究竟目标啊 成佛 没有差别啊 下手功夫不同 有差别 究竟成就佛国 无差别 前面是说无差别中有差别 再往下 要在差别中 显示究竟无差别 究竟无差别 就是人人究竟成佛 既然人人究竟成佛 就是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就同归一时 那就是慧权归始 啊 慧三归一 后边真正的慧权归始的道理啊 如来说法一向一卧以下 啊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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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爱的传达不须言语 在澳洲墨尔本 有一对夫妻 养了一只名叫兔兔的黑色小兔子 老公 要不要喝点咖啡呢 好 谢谢 老婆 兔兔从你后面跑来了 兔兔 怎么了 你也饿了吗 好的 来 我拿些菜给你吃 很好吃的 多吃点 兔兔吃得真快的 老公 我觉得我们兔兔是通人性的 你觉得呢 是吗 我只听说过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要说通人性的兔子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呢 这夫妻二人 和这只名叫兔兔的小黑兔 就像家人一样的生活在一起 一起吃饭 一起玩耍 兔兔就像他们的家人一样 生活在一起的 兔兔 好乖哦 兔兔 我想睡了 你也回你自己的床去睡觉吧 兔兔他就是通人性 嗯 然而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 说明了人类最好的朋友 除了狗之外 可能还要把兔子也夹进去的 这件事情 发生在某天的清晨 就在夫妻两人 正是熟睡的时候 厨房意外的湿火 并传出阵阵浓烟 这时 男主人听到有东西在敲房门的声音 什么声音啊 怎么回事 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敲我们的房门 我下去看看 兔兔 兔兔 你怎么跑来了 嗯 什么味道呢 啊 好大的浓烟啊 兔兔 我们快跑 啊 不好 着火了 厨房整个都烧进来了 好 快离开这里 火太大了 好快点 家没有了 虽然经过抢救 不过火灾还是造成房子几乎烧毁一半 火已经彻底扑灭了 不过你们的房子有一半已经被烧毁了 哦 天哪 没关系 至少我们都没事 房子重新再盖就好了 是啊 你们能顺利地从火场里逃出来 那已经是万幸了 这次多亏了兔兔 是他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的 我们才能从火海里逃出来 你是说是这只兔子把你们叫醒的 嗯 是他救了你们的命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火灾过后 夫妻俩也开始重建家园 并且还好好地 喂老了这只救了自己一命的兔子 人们都说 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因为狗知道感恩 甚至懂得保护主人 然而在这个故事里 救人的主角却是一只小兔子 所以说 任何动物都是富有感情的 也都是知道感恩的 互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生 优独生 优独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